林静怡的这一段话 其实我昨天看到的时候 老讲我是一开始我在笑 一在笑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么 很多人网络上 你是在说你在讲干话吗 我是觉得她在讲笑话 而且我觉得民进党 他们是不是不主心切 还是说他们要勇夺 今年的干话王第一名 因为光是深澳电厂 包括赖清德讲说 有干净的霉 她说这真是干话 已经无人能比 没有 徐国勇立刻跟你讲 一通瓦斯一堆霉 你家里要放哪一个 她已经这样说 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 这有完全违背常识 现在林静怡她的这个 干话的这个 她的这个更高了 已经进阶了 让你识别以后 干脆直接的 直接的 就是我们回复到 宵敬的那个 宵敬一分 的时代 对不对 全部限电 把灯也关起来 你不但要用爱发电 你还要用爱解电 就是她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 空气警报 十点钟以后 不可以透出灯火 对 然后还告诉你 也不要再重播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一再的重播 所以十点以后 你不但不能看电视 你还不能开灯 你也不能看电脑 你也不能花手机 对不起 你还不能打电动 对不对 你什么都要电 远上下 跟我一起来打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